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不赢球就有可能被挤出前发 长春亚太上一轮以三比零干脆力落地赢下大连一方之后 暂时逃离危险的降级区 这两支球队都是本土教练之教 吴金贵显然要更胜一筹 比赛第29分钟 上海深花就获得领先 曹云定在禁区外带球往前推进 将这一路往后退不敢上前抢球 怕被过掉 其他防守球员看住中路准备接球的深花大将 没想到曹云定带球到大禁区线的时候突然横向盘带之后 起脚射门 皮球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钻入球门右上角 一反把身体丢出去 都没能碰到皮球 曹云定的这个射门是世界级的 不管是速度还是角度 这个球都是一流的 神花教练吴金贵 看到曹云定的这个进球不禁数起大拇指 能够三番四次在这个位置踢出无解弧线球的当数巴塞罗那球星库蒂尼奥 不管是在利乌普 巴塞罗那 还是在巴西国家队 库蒂尼奥都在这个位置进过很多这种球 28岁的曹云定一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 他的盘带过人和传球能力都非常强 但就是脾气 有点暴躁 本赛季他因为伤病的原因只踢了五场联赛 但复出后状态不错 在第13轮他贡献两个助攻 帮助球队一二比二战平河南 建业 今天 他又用一记军美的世界波打破僵局 相信在联赛后半程曹云定能够帮助神花获得更多的积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